就是鬼鬼嘛 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真的有Gemma這個名字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喔 而且還有一個老外歌手也叫Gemma 是Gemma 我以為唸Gemma欸 呃他是唸Gemma Gemma 對 但有些人會唸Gemma沒錯 對對對對 但就是Gemma看起來聽起來比較時尚 蠻厲害的 大家好我是Gemma 我是Gemma 今天來到發明的是鬼鬼 Gemma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PuffRadio臉書粉絲團也在直播 所以喜歡鬼鬼的朋友們 你有什麼話想跟鬼鬼說 有或是你有沒有聽過這張專輯了呢 都可以你在我們底下來留言 欸啊先可以幫我轉發 喔對 先幫我們轉發 那個直播 讓更多人看見 我們讓大家知道這是完全現場 所以就是 真的很Live啊 對很Live 對 講到鬼鬼 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呢 我 先說我好了 好 就是 他感覺就好像有用不完的經歷一樣 很像小孩 你就好像電池嗎 對 你知道小孩就是 很 就是有用不完的經歷 然後呢 很快就充飽電了 就是他就覺得好像什麼都充充充 然後就是 不會累的感覺 嗯 我好像就是充電的速度很快 對啊 就像小朋友 對 就是如果我 如果我累的話 我就是充個10分鐘15分鐘 就好了 我就可以好了 天啊 我真的覺得我很奇怪 對你好奇怪 我覺得我很奇怪 我就是一個好像充電 充電寶寶一樣 對 就是平常 然後就是 因為我發現我好像有點人來瘋 嗯 那就是舞台型的人啊 就是我人越多我就會越瘋 然後越想要表現自己 就是我現在長大了 我就發現 喔 真的 真的其實蠻喜歡表演的 嗯 可是你 人來瘋完之後 你不會突然有這種 就精力全部都 嗯 被耗掉的感覺嗎 還好欸 真的喔 就覺得回家可以休息了 嗯哼 對 然後回家休息就是睡覺 然後睡醒 就是又洗一天 又是滿滿的點 我有可能出門 就是比如說 剛裝髮完的時候 我會很累 嗯 蛤 裝髮完的時候反而會累 就是裝髮完出門前 會覺得很累 但一到現場 我可能就會有活力了 真的喔 對 就工作來了 對 就讓我 就要上班囉 就要上台了 天哪 所以這 出道已經15年了 嗯 你對這份工作 都還沒有覺得有點 呃 累了 或者是有點 好像 沒有欸 用不完 但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別的工作 我的人生就只有做過 這個工作 可是這個工作 你做了很多種欸 像你 對 所以 這可能就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本身呢 就是一個 有點三分鐘熱度的人 嗯哼 我從小到大學才藝都三分鐘熱度 你學過什麼 我有學過鋼琴啊 嗯 二壺啊 芭蕾啊 嗯哼 嗯 還學過豬蒜啊 欸我好像也有欸 我也是三分鐘熱度的人 對 心蒜啊 嗯 然後比如說繪畫課啊 我也有 然後都是三分鐘熱度 就是學一學覺得 唉有點無聊 對就是 覺得 唉好無聊喔 哈哈哈哈 但長大我發現我只有做這個 這個工作 不無聊 不無聊 天啊 就是我這樣默默做了15年 這妳是天生吃這行飯的人欸 嗯 而且我特別要講的是 這15年來 妳的臉 怎麼可以沒變 是很過分的一件事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漂亮 對 我覺得女生漂亮 這個就是另當別人 一定會更漂亮 可是就是 看回妳以前的影片 就剛出到 加入黑色會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米菇啊 臉很圓 可是五官什麼的其實是 就是差不多 對 好好喔 真的喔 妳什麼 沒有所謂的黑歷史 這種東西欸 但有黑眼圈 哈哈哈哈 這就是 你知道 就是黑眼圈是因為睡不飽啦 對 可是妳知道我現在看她的本人啊 妳知道她的臉 她的妝是淡的喔 妳的臉上有跟我一樣的痣欸 我跟你講 我那個不是痣是疤 但是我們的位置是一樣的對不對 一樣的位置 我告訴妳這就是時尚 但妳的疤變黑色的很酷欸 它就是不會好的疤 它長在裡面 然後外面就被皮膚包住 然後它就不會好了 所以妳就把它當成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特色 對不對 對 早安這邊好像不錯欸 對 跟我一樣喔 對 時尚的代表 好啦 講了那麼多喔 重點是什麼呢 正在今天鬼鬼呢 帶了這一個東西 來到節目 對 這是我的 什麼包裹 為什麼是一個包裹 這個是我的新專輯的包裝 嗯 就是大家到處都收到呢 就會是這個樣子 嗯 它的就是門口 它的門口有貼紙 這個貼紙呢 大家不要看它只是貼紙 不然呢 它是可以撕貼撕貼的 你說它可以撕下來 對 你們看 哇 這個材質好特別喔 而且它可以黏回去 哇 它是可以 它裡面有一本就是 除了這個之外呢 裡面還有一本就是 G.A.M.R的雜誌 喔 我待會要來 啊你已經要開箱了是不是 那你幫我開箱好了 好 我幫你開箱 因為 這張是Emily的 耶 太好了 然後裡面呢 就是有一張 CD 嗯 對 然後還有腦腦的貼紙 嗯 然後我的CD 天哪 然後呢給大家看一下 CD值太高了吧 對 我覺得它不是一張 專輯 我覺得 收到的人很幸運 對啊 它就不是專輯那麼簡單 就是歌詞本 CD加CD盒 嗯 它就是 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很 你這樣在看 這個這本就是雜誌 對 這本是G.A.M.R的雜誌 這個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這一整本 都是貼紙部 什麼意思 就是這邊會有五張貼紙 一樣可以貼上去 對 五張貼紙呢 貼上去 可以任意在任何一個地方貼 你也可以貼上你喜歡的貼紙 也是可以撕下來的 對 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天哪 你看是不是 但我就 很有童心耶 很有童 我小時候最愛的 我撕這個好了 這也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一件事 你看 這個也可以這樣撕下來 這材質耶 它還幫你 每一頁喔 我現在來貼 就是好 我選一頁好了 可以貼這個黑 不要不要 可以貼黑的 我會選一個 好 天哪 我可以大家看 第一頁好了 好美喔 我就這樣子 想要用一個比較遮眼睛的感覺 哇 就是 欸這樣很時尚耶 我覺得這樣很時尚 很時尚 你的 我們的每一本 這個本子呢 都不會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會怎麼貼 我們不知道 喔 你說我們可以用 我們自己的創意 對 就是你可以把我的眼睛貼 我覺得這是 因為這本是屬於 你們收到的人的 本人的 喔 像像 我這個就是一本 GMA的雜誌 雜誌呢 不免所 就是有一些廣告 對 跟一些商品 對 那這些商品呢 也是真的有販售的 你的周邊嗎 對 就是這次的聯名商品 比如說太陽眼鏡 還有黑色跟透明的 嗯 其他的不能給你們看太多 但可以分享一下 裡面就是有賣的東西 欸那他在哪裡買啊 呃就是到那個 眼鏡牌子的官網 喔 然後還有腦腦貼圖 就是LINE的貼圖 嗯 對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購買 鬼鬼的這些聯名商品 我記得有 呃 剛看到的墨鏡 對 墨鏡 還有耳環 耳環 還有什麼 包包 包包 這三樣 還有Cheesecake 哈哈 連吃你都要聯名 真的是 對不對 我覺得我很忙 很忙欸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Cheesecake 哇 就是它有兩個口味這樣 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這家Cheesecake 是我本身 很喜歡的Cheesecake 所以我就想說跟他們談聯名 嗯哼 對 然後還有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些資訊你都可以在鬼鬼的 我的IG 臉書 都可以知道 嗯 還有 10月份會有的小包包 這個牌子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腦腦的那個小包包 而且是兩個顏色是我的專輯色 嗯 對 天啊 所以其他就不給大家看 但是每一頁都可以貼 對 就等於我們自己也是裡面的設計師的概念 你也可以貼你自己喜歡的貼紙 不是只有可以貼我的 所以我覺得CP值很高 對啊 而且腦腦貼紙加上 換成我的少女心欸 對 而且這個貼紙裡面沒這樣 我都超想要 但是 只能給你們看這一張 為什麼裡面是有買專輯才可以看 對 就是要給大家一點就是驚喜 看光你們就不想買了 可是我剛才我剛剛有稍微偷看一張 每一張真的都很美欸 對 而且還想表演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呢其實 思不破的一個包裝 真的喔 你們看 真的思不破 喔 你那樣是可能比較危險 但是你橫的絲是沒有絲的 這樣 欸 他真的很 很耐 很耐拉扯 天啊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專輯的設計 也是你特別去找人就是 是我的設計士慶他設計的 他很有名 對 他 因為我跟他合作就是第二次 嗯 所以 我很放心的把我的 整個專輯的設計交給了他 就是整張專輯的封面 然後 對 單曲封面也都是他 嗯哼 對 然後 很開心可以跟他再次合作 因為上一次合作是那個 拉咪拉咪的單曲封面 嗯哼 然後這次是一個完整的專輯 對 對 然後 覺得很棒 很期待 希望大家收到會覺得 很喜歡 有 有 我剛剛看到實體 我很驚喜耶 對 我真的覺得可以拿到 就是禮物很多耶 可以拿到這個專輯的人真的很幸運 很棒 現在已經在賣啦 喔 對 29號會全部的就是開始販售 然後他會通路也有 然後也會開始發貨 就是之前有些人是預購版 預購專輯封面不一樣對不對 喔 預購版的是一隻綠色青蛙在封面 嗯哼 對 綠色青蛙在做巧思 欸但內容物咧 內容物有點差別 是預購版的裡面是會有腦腦小方巾 嗯哼 然後這個是平裝版 平裝版是腦腦貼紙 嗯 哇 對 天吶 你真的要粉絲們如何嗜好 都買都買 都買都買 對 我是自己是越看越喜歡啊 真的 就是我光看到這這麼厚一本 然後什麼都有 我覺得很值回票價 真的 對 這張專輯是你睽違 不是睽違 就是出到15年來 的首張 首張欸 個人專輯 對 其實你自己已經有發EP了 對 但這次是完整的專輯 是根本沒有想到的事情 因為 其實現在就是出專輯 就已經非常的困難 對 何況是一整張專輯 因為專輯就是一個 因為現在就是數位時代 嗯 其實現在的實體 專輯都是拿來 收藏 收藏 對 所以這次我們就做得更精美 就是 吸引大家 去買這個實體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新的名片 嗯 應該是你的品牌 你不覺得嗎 你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品牌了 我覺得MAS本身是一個品牌 沒錯 對對對 然後 這個東西 你剛剛說像名片為什麼 因為很像就是我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認識我 了解我 嗯 然後我為了這個 比如說為了這個專輯 可能中間 嗯 比如說做了 蠻多事情的 因為其實從 從零到有的這個 過程呢 都是我跟唱片公司 嗯 每一次開會討論出來的 嗯 就是基本上 我每一次的開會都有參與 到底他在這張專輯裡面 做了什麼樣的 參與跟突破 或改變 待會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哈迪 剛剛講到改變呢 我記得之前在電台 是首播這首歌的時候吧 一開始我沒有看到名字 我認不出來是鬼鬼耶 真的喔 你沒有嘗試過這種曲風吧 你都是比較快歌為主 這種 對 有點 這是專輯裡面的 就是唯一首 比較偏中漫版 對對對 那因為我覺得 嗯 我可能還沒有辦法唱到 我覺得我唱悲傷的情歌 我可能覺得沒有人要聽 為什麼 但是 嗯 我也不知道耶 所以後來就是 這張專輯的走向 就是比較偏 還是一些輕快 但是因為 如果都太輕快 大家可能會覺得太快了 所以還是選了一個稍微 慢版的歌 但是 它不是情歌 它是一種抒情的歌 但我只能說你真的是 也是滿大膽的 就是沒有調 沒有嘗試過的 比較慢版的修行歌 可是你一嘗試 就嘗試這種有一點 要有一點性感 然後 對 就是很難呈現耶 我覺得這首歌很難唱 對啊 沒有我覺得 我的專輯裡面的歌都很難唱 因為這次選的歌都是 嗯 完全沒有唱過的類型 比如說GO 對 比如說你要不要先回家 對 你要不要先回家 還是一個史上最難唱 待會 待會上一段舞蹈 對 然後一個人跳舞 就是講究那個氛圍跟感覺 對 對 你在錄音的時候 這首歌好錄嗎 嗯 這首歌錄了三天 三個整天嗎 沒有吧 有三天 但是第三天錄得很短就完成了 真的喔 那你去怎麼抓這樣的感覺 我就一直想像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女人 你是啊 你不是嗎 但我一直覺得我是個女孩 喔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準備好在當女人 那其實我應該要讓自己當女人 畢竟也31歲了 所以你這首歌其實是挖出你 比較女人那一塊來唱欸 女人那一面的鬼鬼 對 就是要一直處於在一個小小性感的感覺 對 這很難 對 因為我平常都嘻嘻哈哈的 所以就是我聽到那首歌很surprise的地方 真的喔 然後再看到MV 哇 哇哇 三個哇 MV整個就是 我覺得 我說我覺得 不是騷 就是很 不是騷 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GEMMA的性感 你知道有時候啊 完全裸露不代表性感 你這張 你這支MV包超級緊 可是卻 很衣服很貼欸 對 就是因為這樣 包很緊 什麼都沒露喔 可是因為很貼 所以你的曲線非常的明顯 對 然後 然後 你們先去看這支MV啦 真的 請大家去幫我看一下 一個人跳舞 可以幫我去看他這個MV 我真的覺得 你就知道他那個舞有多難跳 因為我覺得慢的歌 其實你要加上舞蹈不容易 所以你在每一個動作上面 哇 那個設計都很難欸 就是你那核心肌群 感覺要非常的 有力要hold在那邊 對 因為 呃 因為這首歌是要跳高跟血舞 嗯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MV的部分 就是可能舞蹈的部分 就是感覺就是在 蠕動而已 但就是我們的重心要一直往中間升高 像跳芭蕾舞一樣 嗯 就是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想看你們跳起來是怎麼樣 今天晚上就在床上練習那幾個動作 對 一個人跳舞是我 聽到這張專輯的時候 很surprise的一首歌 剛剛講到你 這張專輯其實 參與了很多 對 例如 跟我們分享 嗯 造型 造型 造型你也有 嗯嗯嗯 提供你的想法嗎 嗯 那個GO裡面那個粉紅色那套 粉紅戰士 你是說開高燦那個臉聲音嗎 對 但是我本身我自己已經買好的衣服 你平常買 你就 去買 這樣的衣服 我就上網看到 然後 有一天我會穿到 對 對不對 女生買衣服就是這樣 我有一天一定會穿到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我就是這個想法 對 然後我買了其實 買了一陣子 嗯嗯 我就覺得 我會穿到它 對 結果後來GO就穿上了 嗯 就除此之外呢 其他 比如說這次專輯裡面的一些衣服啊 嗯 比如說Dancer要穿什麼啊 你也管 我管 哈哈 然後呢 就是 這不是服裝造型師要管的嗎 沒有就是 跟並肩同行 哦 就是我都會管到說 噢他們的褲子長短啊 腰帶要怎麼弄啊 哈哈哈哈 然後比如說 我要找 嗯 我要找什麼 找什麼設計師 噢也是你 像這次我們就找了三個 台灣的 兩個是台灣新音樂設計師 一個是大陸的 嗯 對一個 大陸那個設計師呢 是因為我看了 就是一個 時裝的一個 流行節目叫 潛淡時尚 嗯 然後它裡面比賽出來的 前三名的設計師 嗯 然後另外兩個是一個 我之前有合作過的 一個叫Ray Chu 嗯 然後一個叫 一個叫做Angus 嗯 對 所以就是跟他們這三個設計師合作 對 有些是可能訂製服 嗯 有些是他們穿他們品牌的裡面的 欸都在這樣穿幾個裡面嗎 對都在這個裡面 怎麼是裡面 然後還有穿它秀服 對 哇 然後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是 這一本主要是以Angus的為主 嗯 像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有看過 這個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跟Angus合作的 你知道張娟姐很多都是那種 包很緊 但是很貼的連身衣 這種造型真的不是每個人能夠駕馭 就是你身材一定要夠好欸 對 就是有唱夠才能穿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對我來講也是算一個蠻大的突破 對 對因為平常就不能露胸嘛 因為本身就是胸還好 嗯哼 所以就選了一個臀這樣 欸臀真的很美 就是我感謝有臀讓我露 欸平常你有在鍛鍊你的身材嗎 嗯 有 嗯 對 但因為最近宣傳期就是 沒關係那個照片都拍完了嘛 對 欸咪也拍完了 對對對 okok 稍微放鬆一下了 對 對 有人想要買我身上這件 什麼 現在嗎 T恤嗎 喔我身上這個T恤上面有訂了 下面公務台了 哈哈 對我身上這個T恤呢就是 這用專輯的名稱 對 GX 其實我是在NIKE的那個店定製的 嗯 大家可以去西門町的那個 紅樓的NIKE 嗯 它可以定製 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的話 是圖案 是它本來的 圖案是本來的 然後你可以看你要加什麼字 哦 對 大家以為是我除了沒有就是純粹就是 這個不是周邊的 Nike的定製款 你看你看你現在你穿什麼用什麼 大家都想要跟著買欸 對 你已經算是一個指標了 希望如此啊 就是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跟隨我的腳步 嗯 這就是這張專輯你要講的 對對對 我是不是還沒跟大家分享 張專輯的名稱啊 張專輯叫做GX 對 為什麼叫 就是為什麼叫GX呢 就是因為 我的英文名字叫GMA GMA 對剛剛講過 然後呢 呃G有很多很不錯的單字 例如GOOD Gorgous 還有什麼 Ghost Ghost 這就是鬼鬼 然後 呃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這個 哪個 Gorilla Gorilla不是星星嗎 我一定要說嗎 是這件事情 Gorilla 我後來看到專輯上面有印我快笑死 所以不是這個你就沒有插手了 這是我插手 哦這是你插手的 這個單字呢 就是我那時候在講這個專輯概念 我提出來的英文字母 你說這G開頭的英文字母 你提出Gorilla Gorilla是我提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上英文課 嗯 然後我的老師教到我Gorilla 我就學了 我說比如說G的單字有什麼 Gorilla這樣子 他們就把它寫下來 其實我當下 看到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也有這樣 然後說哇他們也 但為什麼你會想提出Gorilla這個字 它跟你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 我只是純粹覺得 那時候我學了一個G的單字 我想要奉獻一點 所以話不要再不要 沒有但是我後來發現 怎麼樣 這是有關係的 你說跟你這張專輯嗎 不是跟我這個人 哦Gorilla跟你這個人有關係 大猩猩的個性是一個非常有義氣 哦 非常喜歡保護他的家人 嗯 嗯我的個性就是有一點點這樣 就是有一種 嗯我算是一個 為了愛的人 願意為他挺身而去做任何事情 然後感覺很想要一直拍胸部保護 對他們知道我 就是一直保護 就是我想保護我喜歡的東西 保護我喜歡的人 就是我覺得Gorilla 就是出現在這個上面 是非常合理的原因 雖然他在這些字裡面 非常跳套 就是有些人嘟嘟這樣 啊Gorilla 欸你不認識 你也可以從這張專輯 認識這個單字 對所以這裡面就是什麼 還有什麼Gorgeous 嗯哼Gorgeous 對然後Grate for 嗯哼 就是Grate for 也是我覺得這張專輯 也是一種感謝 嗯 嗯 所以這GX就是G代表了很多單字 嗯 然後再來X呢就是基因的部分就是有染色體 嗯 就是有Y跟X 哦對 X是女性 嗯 Y是男性 嗯我差點我就快要忘記了 謝謝你提醒我 對因為其實我本身沒有讀過 是他們 他們告訴我的 對都還老師了 對因為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讀過這個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他們跟我講解我才了解 X代表女性的情形 然後可以創造一個比如說GOOD的下一個世代 嗯 或是一個GMA的下一個世代 嗯 對就是一個 這樣專輯就有點像基因探索啊 嗯 對 基因探索 對 就光這兩個英文字母 它就可以衍生出這麼多的意思 對就像比如說 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專輯裡面的這一頁 這個我有點嚇到欸 這是你嗎 大家看得到嗎 對我剛剛大家看到這一頁都想笑 我其實覺得很特別 其實不 這是你嗎 它是用你的臉去弄的嗎 對是用我的臉去弄 為什麼會有這些人呢 首先呢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這邊有一個腦腦的本人 腦腦就是我的分身 的真的人 在哪邊 在那個紫色這個 這是腦腦本人 對腦腦也是一坨一坨的嘛 嗯哼 一坨一坨 然後有一隻大耳朵 對然後 嗯 這個這些人是不是我 他是我 他是我的基因 變成的人 嗯哼 所以以後我生出來的孩子 就會講 可能會講他們這個樣子 那你要看爸爸是誰啊 看那個Y是誰 嗯 對但是 這是一個基因 就是會變化出 這樣子的人類 對 就是讓大家想像 嗯嗯嗯 就不是這麼 基因就不是這麼無聊 對 就是可以去想像 他會變成有所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嗯嗯嗯 然後充滿想像力 嗯嗯嗯嗯 你看 光那一個造型就是 跟你很多人認為的鬼鬼很像 就是有點搞 搞怪 無厘頭 對 所以你看你知道 專輯裡面 你剛剛像這首歌 一個人跳舞 你看見的是 很少看見的鬼鬼 是性感 對 然後比較偏女人 嗯 其實你已經到了 女人這個階段 只是你還不想承認對不對 嗯 沒關係 好啦好啦承認 女人有很多種 女人不代表的是 就是你 我想當女人少女 可以 對 對對對 呃 隨時變化著 這樣 對 就像跟你的那個 演藝圈的工作一樣啊 你這個 你有歌 你是歌手 你是演員 然後 你也去綜藝 對 對 就是在各個不同角色裡頭 看見的鬼鬼 其實就是 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 被別人去定義說 哦 你是什麼樣子類型的藝人 這是你很厲害的地方 這也是我想做的吧 因為 也不想 就丹丹就是個演員 或是丹丹就是個歌手 嗯 然後現在又還有一個 多的身份 就是舞台劇演員 對 你很勇敢欸 對 我覺得蠻勇敢 跟電視劇差很大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10月10號 會在台中演出 然後如果有台中的朋友 就是想要就是 來看我們舞台劇的話 可以去 兩廳院售票院買一下票 因為現在 還有一些票有在販售 少量的票售 對 就剩下不多了 但希望大家還是可以來 就是台中看看我們 這樣子 記得哦 剛剛講到 鬼鬼在 這張專輯做很多的第一次 對 第一次挑戰不一樣的曲風 應該說這張專輯 都是你沒有挑戰過的曲風 對 然後造型上 也做了很大很大的突破 對對對 然後剛剛講到 做了很多的改變跟 創新吧 對 很不一樣 然後呢 剛剛提到了第一次 演那個舞台劇 對 就是 這是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對 就是沙姆雷特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舞台劇 然後 其實本來我的安排人生中 就是有想要演舞台劇 這個選項 嗯 但 我覺得我演到沙姆雷特 我很幸運 嗯 然後也很幸福 因為它算是一個 它是喜劇對不對 對 它算是劇中劇的 嗯 喜劇 嗯 但它是 因為它是莎士比亞 四大悲劇之一 嗯 對 所以其實它是在用一些悲劇 來讓大家覺得 呃 怎麼講呢 就是 其實很多好笑的事情都是悲劇造成的 嗯 對 其實 比如說你在路上看到別人跌倒 嗯 你會想笑 嗯 但我想希望大家不要笑 對 我不太敢笑 對 因為下次可能就是你跌倒了被笑 對 因為你笑下次就會是你 所以我覺得 就是你知道悲劇釀成喜劇 可能大家當下覺得很可憐 然後會覺得很好笑 但千萬不要亂笑別人 因為可能下一次跌倒的人會是你 對 欸那你在這次的那個舞台劇 你有沒有 得到什麼不一樣的收穫 就是跟電視劇有什麼不太一樣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這次舞台劇演的角色 就是那種 嗯 嗯 跟我本身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嗯 我在舞台劇演的是成熟穩重的角色 導演找的嗎 導演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導演 他就是要做出這樣的反差 對 我覺得導演非常的有勇氣 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反差 就是讓我去演一個成熟穩重的角色 而且那個角色是一個 舞台劇的專業演員 嗯 然後我完全 天啊 那壓力很大吧 那時候超大 但因為最近要付牌了 我開始緊張了 對那你怎麼去做這個功課 就是每天 每天就是導演磨練磨練磨練 嗯哼 就是聲音調整聲音啊 嗯 然後調整速度啊 嗯 然後要我講台詞 忘記標點符號啊 然後不能 欸這真的是我們這種門外不會了解的東西 就是不能都一樣的速度 但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但就是調整調整再調整 因為我覺得舞台劇很難 也是大家最喜歡的一個是他不能NG 對而且我每一場舞台劇 我每就是比如說一場舞台劇有十場 我幾乎每一場都在哭 噢天啊 對 所以就是跟我完全是 兩回事 兩回事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但其實當下挑戰這個 其實覺得蠻開心 蠻爽快的 嗯哼 就是 我終於做了一個 就是 跟我平常不一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找我演一些 古靈天怪的角色 這個導演的 重點是你完成他咧 對對對 這是很厲害 真的為你鼓掌 對 對啊這真的很不容易 對希望大家就是還可以就是 因為中南部現在就是 每個月會有巡演 希望大家 呃可以多多支持啊 剛剛鬼鬼說好像會巡演到十一 呃十二月 年底 呃台中 嗯 台南 高雄 嘉義 桃園 被玩了 超強的欸 那其他詳情區 就是可以上兩庭園 對對對 我忘記地點是哪 但是我記得十月十號是 呃台中 中山堂 總之呢剛剛鬼鬼有提到 目前還有少量的票 對對對 所以你還可以有機會看到他 光看他這樣聽 我就覺得哇很想要去看一看 對 我覺得嗯舞台劇真的是很多演員很想要挑戰 可是卻不太敢挑戰的一個劇 對 劇中 真的蠻難的 欸還要跟大家說那個 怎麼 十月十八號 喔你現在就要跟大家講是不是 對先跟大家說 十月十八號我會在A13有簽唱會 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現場就是支持 然後我如果很多人要簽名的會會把它簽完 然後現場也會販售專輯 這是我今天拿到的這個嗎 對對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目前僅此一場 蛤 啊 對對對所以我要趕快宣傳這件事情 一定要 欸剛剛在那個我們的直播底下已經有很多粉絲們說會去了 對 真的很棒 然後呢那簽唱會有什麼樣的表演 會唱歌會跳舞 幾首歌可以透露嗎 目前是兩首 嗯哼 對對對 不會是一個人跳舞吧 哇想看 一個人跳舞記者會唱過 我想看跳 喔想看跳舞 在那個台上可能有點困 一個人跳舞有舞蹈版嗎 其實應該沒有 喔很難喔 對對對 對因為 嗯 因為他整首歌其實就是有一個片段而已 嗯 對 光那片段就已經夠厲害了 對對對 好 那剛剛說會跳兩首歌 喔會唱兩首 但是跳幾首不知道 什麼 會唱兩首但跳幾首不知道 因為其實能跳就是有夠啊 對 對另外一首好像還在討論當中 好總之就是要去啦 對不對 然後剛剛我剛剛開場聽到那個超級洗腦的歌 叫做Go Go Game 就是 欸是Go Go Game Sorry Go Go Game Go Go Game 剛剛講到Go 然後就整個被Go洗腦的Go Go Game 超強欸 他找到了Pico太郎一起來合作 對 這個組合也是超級讓人家驚喜的 就是是公司的老闆幫我去找了Pico太郎 嗯 然後 跟他邀請就是跟我合唱 嗯 然後聽說我是 海外嘛 第一位合作的 海外第一位合作的 因為 他上一個合作的人是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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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跟Pi 我跟Pi妹 我跟Pi妹就是皮卡丘本人 天啊 然後呢 所以合作有什麼有趣的 但是我們沒有見到彼此 我們都是 雲端合作 就是目前就是他在日本 對 錄他的 然後我在台灣錄我的 嗯 但這首歌有MV 對我很期待 對十月中旬 那有可能會合體嗎兩個人 呃 MV裡面會合體 但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方式合 哦 但我們各自都在 呃 我在台灣拍 他在日本拍 對我們有舞蹈 對 我很期待這支舞蹈欸 對有舞蹈 因為他上次的PPAP已經夠厲害了 對 不知道這次的 希望大家可以就屁股PPAP啊 就是跟我們一起就是跳舞 我覺得可以 有機會 大家到時候一定要刷 欸MV什麼時候上 還不能說 欸十月中 十月中 十月中 哦那就快了 現在幾月 已經九月底了 今天九月二十八了 對所以在差不多兩個禮拜吧 嗯 對 好期待哦 所以這次專輯裡面 每一首歌都會拍嗎MV 嗯 目前已經有夠 專輯 專輯有八首歌 對 現在已經有六首有MV了 現在是想要敲碗全部都拍嗎 對啊可以嗎 剛剛有人在敲碗說 那個我是你的誰要拍啦 嗯 那可能要問東東 問東東 是他他決定是不是 對 東東可能再去問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專輯裡面還有一首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目前我有看到Go 然後 一個人跳舞 對 還有一首歌叫做 你要不要先回家 太喜歡這句話了 這句話真的很好用欸 語氣不一樣 沒有就是 有些你可以溫柔說 你要不要先回家 回家 那如果不爽的是 你要不要先回家 對 這很適合對另外一半說 什麼時候有機會 吵架的時候 就是吵了吵吵吵說 你要不要先回家 哈哈哈哈 那這首歌呢 我們聊聊這首歌 這首歌 這首歌呢 想講什麼 就是女生 因為光聽歌名就是覺得很嗆 對 但我們不說嗆 我們說傲嬌 傲嬌傲 這是又有一種傲嬌的態度 在跟 呃 你的另外一半 我覺得不管是 女生告訴男生 或是男生告訴女生 就是告訴另外一半說 不要因為在一起太久了 嗯 然後一切覺得理所當然 就是我一定要載你啊 我一定要幫你做東做西 就是可能比如說工具人 或是馬子狗 對 就是要 我覺得還是要互相的尊重 跟當初對彼此的一種喜歡 嗯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相處久真的會容易 有些人真的會理所當然 就是說欸你來載我 就是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但我覺得 沒有什麼理所不當然的事 嗯 沒有什麼理所當然的事 嗯 就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還是要 呃 欸 互相 對 我發現這個直播一直在叫東東 為什麼 對 反正什麼事你們就找東東 好 找東東 然後不開心就打東東 啊 不行打東東 哈哈哈 東東一定不想要出面 想要想 有什麼問題找東東 要不然就打東東 哈哈哈 開玩笑了啦 東東的電話是09 東東 東你要不要先回家 哈哈哈 哈哈哈 東東會說我想先回家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有趣之外 我覺得他的MV也拍得很有趣 哦 這個MV就在拍說 哦 我是機器人 怎麼會有這樣的劇本構想啊 好有趣喔 我覺得我們的導演小葉很棒 真的 是他想出來的就是 嗯 就是他想出來就是 因為我的男友是美麗本人 對啊 很紅欸他 你們應該知道美麗本人吧 我知道 可是現在只知道東東 哈哈 哇 東東紅了 有人說10月18要舉牌東東 我覺得問號 天啊 你們真的看過東東的臉嗎 嗯 我 東東的臉我有PO過 哦 就是你們啊 記不記得我PO過一個特寫 嗯 長髮 大眼睛 黑黑的 那就是東東 哦 真的哦 對 那你們到現場去找那個長髮大眼睛的 他平常是短髮 但是他那天就是cosplay了一下 東東說我沒有想紅好不好 欸東東有人說你是去阿仙後耶 阿仙不紅了好可憐 欸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藝人來上電台啊 然後直接在直播就是跟那個直播網友聊起來 你看他就是這麼真啊 不能聊是不是 可以很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顧到在聽廣播的 哦 他不然他沒辦法參與啊 哦哦 我跟你們再講解一下 好 東東是我們艾貝克斯的 我的 沒有啦 好你先說 東東是我艾貝克斯的經紀人 嗯哼 然後我經紀人是Joanna 然後我的那個助理是阿仙 因為Joanna比較低調 然後東東好像感覺可以高調 嗯哼 然後阿仙是那種 好像有點想要被受到注意的感覺 嗯哼 阿仙有來嗎 他在那邊 哦阿仙 哦欸我看到阿仙跟東東本人了 對 我們就是一個這個團隊 就是讓大家 啊說錯了阿仙的那個畫名 喔不是畫名 那叫什麼名啊 藝名 藝名叫做Tiffany 哈哈哈 對 哇 對阿仙的英文名字叫Tiffany 認真喔 對是認真 喔真的喔對不起我不應該笑 長準 是大家如果要稱呼他 請問不要稱呼阿仙 在這個直播公開場合請稱呼他 Tiffany OK Tiffany 對私下阿仙只能我叫 好好 Tiffany是屬於大家的 OK 好 那 這首歌叫你要不要先回家 喔我先走了 哈哈 沒有啦我是要跟大家說這支MV太有趣了 你一定要去YouTube看好不好 對 然後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待會再回來 阿那直播的朋友繼續在跟那個 鬼鬼聊天好 鬼鬼聊天好 今天來到Fun Music真的很Fun欸 我終於見識到還有多有趣了 是Gemma鬼鬼無印節 帶她的個人手裝專輯已經開槍在桌上了 GX來到專輯當中 欸這張專輯你有一個封號我覺得太妙了 沒有一個女生會喜歡被稱為妖怪 但是她的稱號叫做時尚妖怪欸 對我想這個稱號想了很久 但那個妖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妖怪的妖 是老妖的妖 對 老妖的妖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小出道 其實小時候一出道就算是比較 都是去哪都是年紀比較小的 嗯 所以我就自己有一個老妖哲學 就是我覺得到每個地方 嗯 希望大家可以 我希望我本人可以維持一個自己 年紀小 必須謙虛有禮貌的樣子 嗯 就是 因為通常年紀小就是得要有禮貌嘛 因為每個都是哥姐 對對對 就是要謙虛有禮貌 然後所以是一個老妖哲學 那怪就是因為 呃 我覺得時尚不一定是美 就是美 嗯 怎麼說呢就是時尚的怪也可以是美的 應該說美不是只有一種樣子 對我的美 就是我的美屬於 是時尚妖怪的美 時尚妖怪的怪這樣子 對 特別呢我們去印了 專輯裡面 好幾張超美的 我想說你要拿什麼 沒有啦就是 這就是時尚妖怪本人啦 對 就是超可怕的 就是 你就說這套的對不對 你就嫌買的 就是我自己買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衝動 就是 其實是泳衣的概念的欸 對 但是它上面還算是蠻保守的 對 但是這個真的很難驕馭 對這是我算是蠻一個 突破框架的一個穿法 對 我一開始穿也覺得很害羞 對 然後這一套也很美 這套也是 也是上面包緊緊 然後露出美腿跟翹臀 對 這套衣服是隨時跳舞都會曝光的 就是 真的嗎 會一直往上跑 真的假的 真的 這很難跳 對 但你的pose都很大欸 對 然後還有這張就是剛剛我在這個專輯裡面有看到的 就是我清潔少女 也是整套包緊緊的連身 對 但這個其實蠻害羞的 是齁 但因為這張就是主要的就是想要炫技 炫臀 炫 炫動畫 炫技 炫技炫臀炫動畫 對這是夠的一個概念 夠的MV就是炫技炫臀炫動畫 對 然後 你要不要先回家就是想要炫演技 因為我演的是一個機器人 對 然後你 一個人先跳舞就是想要炫性感 對 就是每個歌有想要炫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咕咕跟人就是想要炫洗腦 然後那個什麼 還有什麼可以炫出來 蕾妮遊戲就是要炫重生 炫重生 因為蕾妮這個名字其實是法文的一個名字 它其實就是重生 給自己重生 它是Renee嗎 Renee這個字 對它就是意思是重生 還有什麼啊 蛤 這個名字本身有重生的意思 重生是什麼 好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看看 真的喔 重生就有點像是我這張專輯想要做的 就是我從這個專輯我想要重新 讓大家再認識我一次 欸 講到時尚這個點 也是這張專輯的賣點 就是你打造了很多很時尚的造型 你平常對時尚有研究對不對 有有有 那我今天找來三位非常有名的女人 你可以幫我分析一下 她們時不時尚 然後有什麼時尚單品嗎 好 首先是她 她就是她的頭髮 Kuila 她就是她的頭髮 然後她就是穿了一個皮草嘛 那個皮草就是浮誇 她就是浮誇性的 秋冬是不是就開始有了 對但是我覺得 但皮草還是呼籲大家不要買 我覺得可以買假的不要買真的 對對對對 你可以買一些乳牛的 豹紋 對對對 秋冬有豹紋 豹紋 Pico太陽就是豹紋的代表 對 對 還有什麼 還有第二個是她 小丑女 欸我跟你說我辦過小丑女 你辦過 就是我在明星大偵探裡面有辦過小丑女 真的假的 小丑女就是這個褲子夠短 跟她身上有一些刺青的圖案 然後 而且一定要網襪對不對 對而且她看起來很窮 但她破的地方都很性感 喔 而且她的髮型讓你一下就記得她 她是雙辮子 雙辮子我在這張專輯也有綁 但是她雙辮子呢 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一個紅一個藍 搭配她的衣服 而且她這一撮瀏海 還是前一陣子女星很愛的瀏海 叫做蟑螂尾巴 蟑螂 對對對 蟑螂尾巴 講到她剛剛說辮子啊 還有她 你是不是學美少女戰士 你說 我跟你說 在哪裡 我要跟你說一件很隆重的事情 怎麼了 美少女戰士 這個頭 似乎會出現在我的MV 真的假的 不是就這個嗎 不是 不一樣 接下來還有什麼MV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剛剛就看到美少女戰士 我覺得你很厲害 真的假的 不是咕咕便吧 美少女戰士 我小時候很喜歡的一支卡通 對 我也是 我小時候有一支美少女戰士的筆 我在考試的時候 我就會拿出來考試 然後呢 但並沒有考的比較好 那就是我每次考試 因為她那個筆是粉紅色的 嗯哼 上面有一個美少女戰士的樣子 嗯哼 每次只要考試我就拿出來寫 只有考試才會拿出來 對 天哪 那她在你心中真的很有分量 平常是被收起來的 那時候不多買幾支 就一支而已 就這麼一支很珍貴 但我考試並沒有考的比較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 沒關係啦 虛榮性 哈哈哈哈 所以你剛剛有透露 MV有可能出現這個角色喔 對 天哪 還有什麼MV沒拍啊 呃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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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拍了 哦對對對 是你的誰 我是你的誰跟雷妮遊戲 那我才應該就雷妮遊戲了吧 就是我 不是不是 是咕咕 game 哦是咕咕 game 哦 sorry 哦那我們就快要看到啦 對 但因為你剛好就是拿到 我就想說透露一點點這樣 哇 你是辦真的是美少女戰士的造型喔 就只能收到這了 天哪 其實美少女戰士我覺得很時尚 欸這個紅靴欸 秋冬也是 我覺得他那個制服也是很 欸我有一個美少女戰士cosplayer 這一模一樣的 你有買喔 我在日本買的 我覺得很酷 你真的 有機會穿到 而且是正版的喔 天哪 他真的是 一個收藏控的 什麼都想收藏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一直有人在問 提芬妮旭跟東東 一直在叫東東 你們先等一下 你是不是想看東東嗎 他今天有來啦 待會我們直播 東東你要不要出來 給他看一下 我們那個 待會那個節目結束 我就請東東出來 讓大家揮揮手好不好 那提芬妮就要揮揮手這樣 好好好 阿今天最後一首歌 就是剛剛鬼鬼有提到的 雷妮遊戲 雷妮遊戲 他講的就是重生 就很像你現在 重新出發 對重新出發 然後用專輯 希望大家可以再重生的認識我 對 那你這張專輯 希望大家怎麼去看你 或是怎麼認識你 就是跟以前不一樣的你 嗯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認識我是個歌手吧 因為這是一張 你是啊 嗯 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努力我知道 但是我會慢慢的 希望可以讓自己越來越好 嗯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 更不同的一面這樣子 嗯 對 就像這首歌的歌詞裡面有寫到 我的夢為我領路 我不怕 就算很辛苦 對 對不對 獨一無二的我準備起飛了 對 我很喜歡這段歌詞 雖然他很屈敗 其實雷妮遊戲這歌詞 真的寫的蠻像我的心境的 嗯 嗯 我覺得他也可以經歷到很多 很多可能 對自己未來 可能 有一個目標在的人 嗯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 嗯 就像鬼鬼他帶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反正你就什麼事衝就對了 不要怕 對 我就是這樣的人 沒錯 就是機會來了先把握 不要先去看我會成功或失敗 對 試了才知道 對 好我們 今天節目就在雷妮遊戲 要跟大家說晚安了 謝謝鬼鬼來 大家晚安 10月18 A13 到時候簽唱會 下午2點見 嗯哼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這樣專輯唷 明天就會發貨囉 太棒了 GX 希望大家喜歡 她是Gemma 鬼鬼 Gemma 無音節 Gemma Gemma 對對對 然後呢直播還沒結束 所以如果你想看東東跟Diffany徐的話 也歡迎你上來直播好嗎 謝謝今天鬼鬼來 拜拜 晚安